请第三位发问人 杨怡华院长发问 时间一分钟 请发问 三位候选人好 我要请教有关老人照顾的议题 高雄市目前65岁以上老人 也有44万人 约占总人口的16% 而且以每年2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中 所以老人照顾是很重要的议题 高雄市阳光普照 民情淳朴 很适合养老 只是目前高雄一共有900个里 可是却只有330个老人关怀据点 很明显的是不足的 如何让每一里都设有据点 照顾长辈 如何打造高雄市 成为高雄友善城市 进一步地开拓银法企业 而吸引年轻人来高雄市创业定居 请问未来的市长给市民什么样的愿景 请陈其脉候选人回答 时间五分钟 请回答 谢谢杨一华院长 杨一华院长在我们高雄的胜工医院担任院长 我是道明中学毕业 胜工医院可以说是在我们高雄 也是经过认证的高零友善的医疗机构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同时也兼做A级的长照中心 这个问题其实杨院长是在实务上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也点出了我们现在整个包括老人医疗 跟整个高零友善城市 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假如担任市长 最重要的是要必须来解决整个预算的问题 长照的预算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 长照的预算是50亿 后来在今年我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我们的长照的预算是增加到400亿 未来也会每年增加到600亿的规模 这600亿的规模有两大目标 一个就是建立日照中心 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学区都有一个日照中心 能够协助我们的年纪大的长辈可以在地养老 第二个我们就必须来加紧建构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的失能的状况严重 所以你必须进到我们这些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所以总共有八区我们要赶快建构 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日照中心来补足 那另外有九区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 所以我必须去整合这些跨区的这些服务 然后再搭配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小规模多功能的这些日照中心 或者是这一个刚刚杨院长所提到的社区关怀据点 或者是我们的西级巷弄的长照站 这样才能够完整搭配整个我们长照的机构的一个部分 那我在行政院的时候我也解决了一项问题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我在同样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说长照人力的不足 所以在我到行政院工作 我们就加快的在这两年来补足我们长照的人力 所以高雄长照的人力的需求是6200多位 那我们现在已经补足到6000位 也还有200位的差距 那这100到200的这个人力的差距 不只应该假如我们再能够跟所有的高中职 或者是我们的护专等等 护理学校大学能够充分的合作 一方面我们在行政院推动 包括让整个照护人员的薪资平均提高到3万8 时薪提高到223 那一方面能够有更稳定的收入 那一方面我们也没和这些相关的偏乡地区 因为这个照护能量的这个不足 或者是在受教育的机会减少 年轻人不愿意去到偏乡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所有的照护的能量 能够再增加 没有错 刚刚杨院长特别提到的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长照的相关的照护的能量提升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它产业化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高雄 高雄除了天气好 我们的医疗资源也相当的丰富 所以像圣工医院在做的部分 它就是从包括医院 然后在急性的病人 包括亚急性到整个慢性的长照部分 能够做一个无缝接轨的一个嫁接 从现在现行的大概90% 可以提高到 增加更多的嫁接的比例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医院 能够来进行整个包括长照资源 跟整个我们的老人医疗的无缝接轨 这样就能够来解决 我们在整个医疗产业所碰到的一个 或者是我们在长照产业 能够把它更加紧的 加速的用民间的资源 来进行整个长照的一个照顾 我还是要必须讲 长照的这个工作 它其实也必须整合中央跟地方的一个资源 因为地方没有错 因为我们财政的僵化 造成在整个预算的一个编列上 我们有很多都是在金堂门 或者是人事的支出 占据了我们大多数的一个预算 所以市长他必须用更灵活 功能性的财政手段 包括说引进民间的资金 来共同投资这些社会福利资源 这个也是我过去行政院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做 怎么做 包括我们这些受选基金 是不是可以参与更多的社福事业 跟公共事业 那这样藉由民间丰沛的这些资金 来投资我们社会福利 造有更好的一个产业规模 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年轻人 愿意加入我们整个 有善城市老人照顾的行列 请李梅珍候选人回答 时间五分钟 请回答 谢谢杨院长 梅珍当市长一定会落实 照顾高雄的青年 跟社会落势的这个决心 那老青共军 我刚刚有讲的就是 其实照顾老人 未来社区 各社区的长照 我们一定会来加强 然后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及西级巷弄长照站 这刚刚梅珍讲过 还有提供老人的公餐 健康出境活动 这些等服务 我们未来一定会来持续加强 那现在因为人体结构的老化 人口的减少或者是外遇 有的也退到别的地方 那高雄的低薪 工作机会少 产业不够多元化 造成青年逐高薪而北漂 所以人民加薪的目标 我们要让高薪科技产业 高薪服务业来进驻 并引进新的旗舰产业 增加就业机会 只要有高薪 创业有资金 这样人潮才能回流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现在的人口数 已经比台中还要少 那因为台中有台积电 台积电投资7500亿 创造了5000个工作机会 可是我们高雄却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说实在的 高雄现在不管做什么 其实都是需要中央的协助 给我们经费 跟建设等等的支持 而陈其迈先生 当了14年的立委 也当了行政院副院长 那高雄人给你这么多机会 当官应该要好好的 替高雄争取很多 但奇怪的是 怎么都没有为高雄争取福利 我先举两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是高铁南沿路线 苏贞昌院长去年说 高铁要南沿到屏东 但路线可能采取对高雄毫无帮助 得退路的左营方案 但是最期待的高雄方案 也就是走台铁路线进来市区 在高雄车站有三铁共购 然后再从凤山到屏东 左营站到高雄站约7公里 这个长度跟从台北到板桥差不多 那南港到台北2.7公里 台北短短的距离就可以设 南港台北板桥三站 高雄设两站应该不过分吧 明知道这个案子对高雄最有利 却不敢为高雄来争取 后来还说高铁南沿要从长记忆 要尊重各专家的评估 不是高雄市长说了就算 那这样怎么对得起高雄的市民呢 那高雄有需要很多大的建设 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退了两座国民运动中心 为何不阻止 陈先生说要做十座国民运动中心 但是过去中央曾补助高雄建座 两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民进党竟然把这样的补助款退回去 这件事情难道是忘了吗 如果不愿意想起来 我帮你复习一下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中央计划全在全国补助 设置国民运动中心 当时核定的小港林雅各一座 但是当时的民进党把这个经费退回 不再推国民运动中心 为什么现在又说国民运动中心 有多好又有多好 要做十座 既然这样您当年为什么不要 劝民进党不要退回中央的经费呢 中央现在已经把这个经费收回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中央补足经费 要做国民运动中心就要花自己的钱 高雄财政困难 现在要做十座 到底钱要从哪里来呢 那高雄现在港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产业空洞与经济低迷 产业结构转型太慢 还有长期的重工 重化工业的重症 空气污染 PM2.5一直高居不下 人口结构老化 人口减少 财政赤字非常严重 负债3300亿 这样子的高雄 我们要来挑战 其实当市长未来就是要讨战这些 大高雄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构成的都市 有78的产值是制造业贡献 仅提供30%的就业机会 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 可着重在下面三点 第一 一特高雄自由经济贸易特区 松绑开放好进好住 跨国公司 第二 金属材料 石化材料的高质化 第三 主力工业 钢铁石化 造船游艇 中间工业 观光 农业 还有农业的外销 物流的流通等 然后新兴工业 未来数位文创 绿人环保 航太生医 还有会展的MICE 体感 请吴玉镇候选人回答 时间五分钟 请回答 高零化社会进度非常快 一下就15% 我记得刚刚当医院都才10% 而且越来越快 我们到了2026 就20% 超高零 现在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高零化80岁 平均如果80岁 我们跟全世界各国 不管是日本或北欧 我们的寿命居然跟人家一样 台湾 可是很不幸的是什么 我们的平均死亡的 作病跟死亡的时间 在台湾可能4到7年 平均 北欧 两个礼拜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是用健保支撑 让他活着 躺在医院躺着 不是健康活长瘦 这个才是我们第一个 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让我们的老人 现在都退休65岁 联合国讲的 现在人比以前减20岁了 所以说80岁看过60岁了 90岁看过 我今天找一个 阿桑90岁走一个 看过60岁 那就他的高零 但活动力很强 我们怎么样善用 我妈妈88岁 现在刚好在圣公寓院长照 然后他在以前十几年前 70岁的时候 60几岁 他还在张志工 当了十几年 他也到圣公寓院去帮忙 但是我们如果上次看到瑞士 有叫瑞士所谓的时间银行 现在年纪大的65岁退休 他也许没有工作 他愿意去帮忙照顾别的老人 那我们可以时间银行 大家都会讲 可是政府都不做 网路都有 你也可以去看 荷兰去考察都可以 为什么你可以做 为什么不做 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让志工 让老人家去照顾更老的 他做的志工可以留下来 这个时间本来换老的时候 他的志工时速可以用 我妈妈现在那边一个月 我想三万几块 以前在屏東 也是我们田主教的 两万多块 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 我们虽然是小康家庭 还可以支撑 还一位而已 如果今天有父母双债 家庭小孩一个 两个 光负担要七万块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大家提早要来思考 第二个我还是讲的 高雄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说高雄的空间怎么样 提供给真正专业的 在做长照 也一样 用一块钱来出租 让他们来帮我们 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时间跟空间的一个运用 那包括桥头 很多农场 台塘 老人喜欢动 你知道他要跟那里面 他也痛苦 教育也痛苦 他喜欢种东重西 你为什么不让他善用这种空间 这是我一直对这个的看法 第二个还有县区 他们要求可能期待 就是说 他们住口来门 那有时候看个医院 还要等 人家吃头路 在家穿家 在家靠近 没有全情 如果我们政府把这个长照交通 在内门 骑山 整个把它建立起来 就减少年轻人的负担 这也是一个长照的 一个益环 那包括 很多的长照 我们希望他 政府来补助 毕与圣工医院 我那天看到 我就很想说 那个空中屋顶 为什么不变屋顶花园 听说有做一半 那为什么不全做 政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绿建筑基金 可以来给 不只是圣工医院 包括我们的民生医院 因为老人可能 希望走一走 当然更健康 当然可以到农田里面 去种植 是更好的 那我再还是提到的 就是民生医院之前 高雄本来 要把它放弃掉 三年没有 起来 就把它放掉 三年没有 急救 医生生不到十个 薪水不到十万 高雄市政府 我要求他把它改成 说因为老人 一个老人医院的 一个需求 所以把它救起来 现在高雄医院的 民生医院 他能够恢复 他的营业 也有我们的急诊室 那也能够 往长照方向再走 旁边还有个停车场 大概三千坪 又有轻轨 我们也是希望 民生医院 再做一个私立医院 也在长照 这个政府的机构 赶快来补足 这一个设备的补足 还有最后一个合作社 就是有可能 我没有工作 我要照顾我爸爸妈妈 那如果有合作社 政府也愿意训练 给我经费 我也可以同时照顾邻居 这个也是一种 合作社的一个 共同 在解决 我帮忙照顾老人的照顾 想当时 太烫太香了 就是怎么 现有的人力 现有的资源 怎么样去穿梭 去运用 这是一个 做一个市长 所以我说 这都没有外交 经济 概论就会了 不用再复书 不用再促书 经济学概论 初搞 念一念 就知道 要运用这样的资源 这是我对老人 长照以上的回答 谢谢 现在进行第三阶段 结论 首先请 陈其迈 候雪人 结论 时间 五分钟 请发言 我想还是要先回应 刚刚李议员的指教 假如说李议员 那么关心高雄的建设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 立院党团 在立法院确实反对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呢 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就以高雄来讲 我们讲不要讲这些重大建设 就是陆平专案 就补助了12亿元 假如中央没有支持 跟中央 以合作代替对抗 怎么样让我们的高雄 能够在这一波的 全球产业供应链 转型的过程里面 一方面跟中央合作 那二方面 我们也解决 企业厂商的问题 来全面发展经济呢 中央政府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包括我们用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预算 捷运就补助了 1400亿 计划的核定 就是我在担任副院长的时候 来核定这个计划 桥头科学院区 中央政府也补助了 将近在桥头科学院区 准备运用我们的 科巴基金的预算 要投资400亿 更不用说大领埔 总共的预算的规模 大概1400亿 中央补助我们高雄市的预算 达到589亿 前镇与港 来发展我们远洋的渔业 也总共在我行政院 也跟苏院长跟农委会 我们共同听了专案的报告 都听了五次 我们把计划的规模 从原来的40亿 又增加到50亿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 兼具观光 跟我们远洋渔业的 母港基地 我想 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 不管是对中央 对于我们高雄建设的补助 对高雄 未来成为南台湾 整个产业经济发展的龙头 具有坚定的一个承诺 我就是来执行中央 对高雄坚定承诺的候选人 我想高雄已经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也空转了两年的时间 每一次假如说我回到高雄 经过五福桥的时候 我看到了我们亚洲新湾区 没有任何进展 也听不到任何的好消息 很多的高雄人都跟我一样 真的是很可惜 为什么这里不加快脚步来 解决这些问题呢 同样的我在行政院 我每天几乎在解决各县市 在台商回台等等 这些投资方案里面 碰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都心里一直挂念的高雄 各县市的招商 一直拼命的往前冲 我们解决了南科山崎的土地 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些工业区 来解决企业的问题 但是其他的县市招商 成绩上来 我最挂念的还是高雄 我们赶都来不及了 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停顿空转呢 所以我三天两头 就找科技部跟内政部 来协商整个桥头科学院区 我希望说能够加快脚步 在明年年底就能够选地建厂 让我们的桥头科学院区 能够带动产业的转型 让我们的产业转型 城市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城市 能够美梦成真 我想这次回来参加市长的补选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新市长他的任期其实只有两年 所以新市长必须用两年的时间 把四年的市政建设 把他追回来 前些日我到高雄各地 不管是跟市民朋友拜访 他们都告诉我 你的选情大家看好 但是投票率可能会很低 新市长背后假如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 我相信未来在议会 蓝白合作的架构下 推动市政一定会碰上很大的阻力 高雄人一年投三次 我想我跟很多的年轻朋友一样 我们坐高铁回来很辛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香港现在不能选举 台湾其他地方没有选举 全台湾全世界人都在看高雄市长的补选 是不是有新市长 有新名义能够推动高雄的建设 我承诺我带领的市府团队 未来一定不分党派 在地优先 专业优先 用人为台 只有高雄队 没有卖团队 我服务的市民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不会区分党派 颜色 一视同仁 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投票给我 不管是蓝的 是绿的 只要在我们高雄生活 全部都是高雄市民 高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 有人嘲讽我 一选再选 也有人说 我选高雄市长 像一场苦练 我必须讲 这一路走来 真的像极了爱情 8月15号 我要拜托大家 踊跃投票 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 让我们用选票 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拜托大家 谢谢大家 小组 陈氏副市长 要推动城市 包括干净的能源 城市的绿化 绿色交通 永续科技农业 五大领域 让高雄成为低碳 任性的国际示范城市 这个也是 也希望桥头工业园区 为什么要跟中企有机农场 要研究并存 现在的工业园区 要零排放 低污染 用绿电 这个方面你都还没有提出要求 我都还没看到 我也希望陈奇迈先生 在推动桥头工业园区的时候 也注意气候变迁 大家所谈的问题 现在不是追求GDP的时代 现在要追求幸福 贫富差距 整个空气污染 环境的整个幸福永续 是跟GDP一样重要的 现在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 第三个 我也是希望高雄 我们是工业城市 能够转型为高雄的设计制度 以左翼眷村 招募了一千位设计师 工业设计师 建筑师 行销 网络行销 电影 专才 这些两年的计划 因为这是两年的市长 让高雄成为一个 提供快乐有趣的工作 让他们来传统 协助我们高雄的传统产业 提升参与城市美学的改造 刚包括我也提到 高雄市议会改造为 整个国际金融科学园区 因为你看爱沙尼亚 他们本来大学生 只有1万块美金 10年内可以变成4万块 就是参与这样的一个 高科技的软体 不是做硬体 最后 我也想跟市民朋友跟他讲 今天早上 我也跟气爆的会长陈冠荣 我们过去合作 解决赔偿的问题 那后来因为政治 参加不同政党 两个说 感情不好 可以 但今天 他就接我 以后疫症 你要跟我做回来 我们有共同的过去 我们一样要面对共同的未来 我们一起努力 祝福高雄 请李梅珍破险人结论 时间五分钟 请发言 各位市民朋友 高雄曾经是台湾最热门 最有竞争力的移民 竞争力的移民城市 但是我这几年来观察 高雄出现的一些变化 让我来跟大家说明 民进党执政的观念是什么 三分是市政 七分派系的家天下心态 民进党抢夺国家资源 政府名位 国营事业毫不客气 民进党的派系 各个又肥又壮 但是高雄的经济 却越来越差 市民连追基本的生活三要素 阳光 空气 水都做不好 民进党不但让高雄人拍探价 连呼一口新鲜的空气 喝一口干净的水都做不到吗 民进党怎么还敢操担呢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大力推动火力发电 最后害大家变成用费发电 韩市长任内 大力改善高雄的空污 去年空气品质量率达76.4% 平均改善10%以上 未来梅珍会持续推动空污减量 工业锅炉改用天然气 奖励电动机车 提高公共运输搭乘率 加强取缔污染源 秋冬时火力发电厂的降载 让高雄市民拥有更好的空气品质 在此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的四项卵实力 第一 让市民喝好水 水是市民的民生必需品 不应该是高雄人不可承受之重 高雄没有干净的自来水 街头超过2000家的加水站 排队买水成了高雄的奇景 这不是应该要有的好的城市的现象 当市长以后会成立喝好水专家小组 并比照台北市的做法 成立高雄市自来水事业处 加速管线态患提高水值 此外我要在学校还有医院设置公共空间 设置大型的逆渗透饮水机 以医校一机 医院一机 让学生及病患都能喝到干净好水 接下来我要推动 蓝母酒产业 全球的烈酒市场消费达12兆台币 这是很大的商机 产值直追半导体产业 我们不要污染 以蓝母酒来说原料是甘蔗 那我们高雄刚刚好有优质的甘蔗土地跟技术 如果高雄能占有全球10%蓝母酒的市场 每年就有500亿的收入 梅珍当选市长会在两年内完成蓝母酒产业的制定工作 跟立法工作 把高雄的经济注入活水 大家都知道金门有高粱 宜兰有隔马南 相信我们高雄一定也可以把酒庄酒香做起来 第三 要力推 会展三支箭 让高雄的光光再起飞 雄冠全台 让世界看见高雄 高雄展览馆曾被寄予厚望 但是无能的民进党 却让它一年有240天是文字館 这真的让高雄人很贪 此外我要用会展三支箭 来为高雄的会展产业找出路 透过会议加观光的模式 带动外来人口的消费 其次 我还要把高雄打造成大型金柄的厂展基地 建构厂展的聚落 创造在地的工作机会 高雄的庙宇非常的多 我也会结合高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 来推动我们的宗教会展 第四 建设高雄为软体智慧城市 高雄是中工业的城市 我刚刚讲了我们实在是不想要再污染了 未来必须迈向产业的转型 硬体建设让高雄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 又赚得没比别人多 未来我们要推动软建设 多赚智慧财 小型自媒基地 中型新创基地 以及大型软体公司的进驻 我们更要吸引国际投资 把高雄建设成世界影视跟软体产业的智慧城市 以上就是梅珍提出的事项软实力的重点说明 市长选三号 幸福来报道 创造高雄的三营 让梅梅珍当市长 我会邀请吴义正当我的副市长 至于陈清迈先生 我相信蔡总统绝对会有更好的安排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可以为高雄打拼 三号赢 高雄会三赢 票投三号李梅珍 高雄一定赢 加油 谢谢 高雄市第三届市长补选 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三位获选人已经依序发表完毕 感谢各位收看 这次高雄市第三届市长补选投票 定于8月15日星期六举行 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开始 到下午4点截止 请指选举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请大家踊跃投票 并请需带国民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并且佩戴火照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才听完了蓝绿白双方 在这个高雄补选唯一一场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赶快先来请教一下民进党的永宏议员 刚才听到这个辩论会上好像还蛮蓝白合作的 包括民众党的吴义正 还有国民党的李梅珍一直在攻击陈其迈 一直在攻击说你们民进党债留高雄这件事 对 我觉得 我先看这三个人表现 真的充分看得出三个人的格局 这个陈其迈就是一个直辖市长的格局 他从他以前做代理市长 一直到他做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然后为了高雄做多少事以及他未来的这个愿景 那吴义正看起来就是一个qualify的议员 仅此而已 他作为一个议员他确实是合格的 但他看不到他作为一个要做市长的高度 那坦白讲李梅珍这一次真的是 我完全看不出来 我很好奇他真的是一个议员吗 他到底是怎么选上的 当然都地方派系啦 我觉得他的程度 不管是看稿念还是回答问题都非常的糟糕 他根本是连一个议员都 他都替他蛮紧张的 对我觉得他大概 我觉得他是嫌时间太长 希望时间赶快结束 陈其迈是 我是觉得陈其迈感觉是 时间永远都不够 他其实要讲的非常的多 当然最经典是 我觉得他形容他苦苦追求高雄市 这个选了这么多次 真的是相及了爱情 我觉得这是经典 那我回过头来讲 他们所讨论的内容 其实吴义正跟李梅珍讲 其实不外乎就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高雄没有发展 就是你民进党的问题 简单讲就是这样 但吴义正还有另外提到 包括他讲到美学啦 绿建筑啦 极端气候 是很难得 但他们讲 他们两个唯一的逻辑就是 高雄没有发展 是因为你民进党的关系 民进党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第一个 你民进党没有建设 第二个更重要是因为 债留高雄 然后说我们统筹分配款 都没有给高雄 然后说要改善这个 他们讲这样的说法 是很荒谬的 为什么 这个叫什么 我们台中有一个在形容 我们台中市的卢市长 叫做中央处理器 就是说你地方建设不好 你就怪中央 那么统筹分配款 坦白讲 今年最新才组出来 统筹分配款 当然最高还是台北 第二就是高雄市 那我讲最少是谁 桃园 也就是说第二少是谁 台南 就说蔡英文 民进党执政 但是桃园跟台南 民进党执政的地方 他们是六都里面 拿最少的 高雄其实拿第二名 新北也在前面 换句话说 这个是没有政党的 那统筹分配款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说 你要有一些 比如县市比较穷 那你不可能说 所有你的地方 所以当台北高雄 甚至新竹 因为有竹科 可以收很多税 那你其他地方 比如说云林嘉义怎么办 所以才会有一种 这个我们的税收 以前是在省 不是在中央 省之后 后来就到国家 变成国家这个层级 好你所有做不到事情 都推说是中央钱不够 那我请问一下 当有一天 所有的钱都给你的时候 台湾其他县市 都没有钱的收 所以我说 做一个选举一个市长 是不能这样讲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事实巨在是 今年刚做出来的 这个统计 财组的资料显示 高雄市就拿第二 台北市最多 台北市是524.88亿 高雄市是451.36亿 第三新北市 你看又是 又是这个 国民党执政的地方 第四名是台中市 又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 第五第六 才是台南跟桃园 所以没有偏心 我意思说 这个不但没有偏心 而且他们这样子来形容 这高雄就是不对的 就是那否则每一个人 只要做不好 他就抱怨中央就好了 那事实上 你看侯友宜 他做的这么认真 所以他也得到 这么好的评比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他们今天把这个问题 放在说 是因为你民党问题 那这个逻辑跟怎么样 这个逻辑跟韩国瑜 其实如出一策 所以包括李梅珍 他讲了很多政见 尤其又提到一次 有没有高雄经济特区 这跟过去韩国瑜 在讲说什么 自由贸易区 是一样的 我也相信 而且我真的很确切知道 他应该也搞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会讲说 高雄需要空气阳光水 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 你要如何去做到 因为我坦白讲 他这个整场的辩论 政见发表会看下来 他确实是搞不清楚 他要看稿 而陈吉迈表现就是 他不需要看稿 而且他讲了非常多的 关键的数字 从这个统统分配款 从他们高雄的债务结构 一直到他未来 包括从新达 渔港等等 所有的地方 他都讲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先 他展现我刚刚讲的 高度 深度 广度跟精确度 那我一直在讲 那吴玉正就是坦白讲 帮他讲句话 他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标准议员 议员就会说 我们这要做这个就没钱 那路就没钱 我要做一个工程没钱 要做一半 这标准的议员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从 这一次的证件发表会来看 就是其实是在验证的时候 就起码实际是高雄市 最优质 最适当的市长 那么李梅珍真的是 我是怀怒他下一次议员 坦白讲可能本来想说 这次选没可以选领位 但我现在看他可能要做 可能要做一个议员 可能也很困难 再来刚才也说到这个债务的问题 首先高雄这个债务的结构是这样来的 过去吴敦义留下的债 加上什么县市合并 因为高雄市比较有钱 县比较穷 县的福源大 这都一样 包括台中市也是 台中市跟台中县合并之后 负债就增加了 为什么暴增 合并第一年就暴增 因为县市合并 高雄是因为县市合并 所以那是过去的债留下来 那你要解决债的问题 你在做市议员的时候 吴美正在做市议员 吴毅正在做市议员的时候 市议员每一年的预算收支 都是你市议员 市议会要通过的 那你过去 你有没有去据以要求 这个你要减少 包括他刚刚所提到说 要减少金长门 然后增加资本门 通常金长门资本门 预算是不能够流来流去 这是第一个他不懂 第二是 那他在任内 他有没有要求办一些活动 这都是金长门 所以说 这个很容易检视 那今天他这个只是 再一次的出求 那齐迈就是再一次证明说 他确实是一个 Qualified的市长 那我们的吴毅正表现也很好 他就是一个Qualified的市议员而已 来 这边金杰议员 也点评一下今天三位的表现 说真的刚才不止永宏议员讲 连我在听 都替这个李梅珍捏一把冷汗 因为好像看稿的时候 也有点念得好像不太顺 但其实我觉得 看稿没有关系 可是很多时候 好像这个提问 问人问的问题 还有梅珍回答的 好像两边有点对不太上 议员这边怎么看 刚刚我有提到 这是一个比较 这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因为很显然的 就是说这个陈勤迈 他当过14年的立法委员 也当过高雄的代理市长 又当过行政院的副市长 就是说他资厉比较丰富 他资厉很完整 那这个他就整个政策上来讲 我觉得他是很清楚 那么当然其他的两位议员 当然没有他的这么丰富的 这个行政经验 那么当然有稍嫌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从这一个第一次 他深论题 我们就来看 就是说李梅珍 他提出了有很多的 公共托役 公共托劳 我们的富佑的政策 长照的政策 五缺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就让高雄年轻 有活力又有崇敬 那么当然 所以说他的幕僚 包含他自己 把他要讲的 所有的都把他文字化 他刚才主稿来念 这也不是说 他怕可能就是说 他怕念错的主稿 这样子来念 当然对于陈其迈而言 我在立法院 我执行了这么多年 我也被执行过 所以说他经验很丰富 那么当然吴玉正 跟这个李梅珍 稍选吃亏了一点 那么吴玉正有提到 这个两年前 这个高雄的民众 换掉了一个民进党 让这个国民党执政 那么现在两年后 你又要让民进党回来 这样好吗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述 就是说 你过去 让民进党接政一十年了 我好不容易 高雄的市民的觉醒 不能够民进党 所以他让韩国瑜做两年 韩国瑜做 我韩国瑜 他现在做了 当然 那高雄市民把他罢免 才产生第二次的投票 为什么要产生第三次的投票 当然这是我们规定的 也不是说这一个 高雄的市民愿意这样子做 当然你有罢免 那罢免成功之后 接下来就要补选 那么所以说 这个陈其邁一直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一个一年 投三次票 当然 这个投三次票 当然就是因为 我也要得再补选嘛 那我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一个陈其邁讲的是 韩国瑜做了两年 做得离离落 我就觉得他 没有 他只做了一年 办不到 12月25号 我们都一起就职的嘛 所以说 他只做了一年 办不到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两年半的一个时间 可能陈其邁也记错了 当然 每一位候选人都有提到 3300亿要怎么解决 那么其实 大家都没有一个 很确实 很落实的方法 就是说 要怎么样做 那么也提到 就是说 财政收支花分法 财政收支花分法 这个民进党 现在在立法院 有绝对的多数 应当是可以过 就好像前参基础建设 你要过就让他过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这个 我们的财政 财政收支花分法 在14年 你陈其邁当立委的过程当中 你不提出呢 你为什么 你当了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你为高雄做了什么吗 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啦 陈其邁的一个 行政院副院长的一个高度 他在这一次的一个 演讲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把真正高雄的问题 要如何解决的问题 把它凸显出来 如何让高雄能够脱胎换骨 因为高雄是一个港湾 对不对 他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地理位置 他陈其邁为什么 他不讲就是说 如果我当了高雄市的市长之后 我要让高雄变成澳洲的黄金海岸 我要让所有全世界的人 到黄金海岸去旅游 也能够到高雄来旅游 我大大的提升我们高雄的能见度 我要让高雄 跟国际来接轨 让这个旧金山渔人码头 我们高雄也要有一个渔人码头 你到美国去到高雄来 其实都一样的 你要用这样的一个诚信的宴景 你有没有提到 没有 你有没有讲究说 如果我当了高雄市市长 我这3300亿 我保证 我拍胸脯保证 我一定拜托我们的这一个 蔡英文总统 一定要来摊平我们的这一个负债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辞职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气魄跟勇气 对不对 因为立法院也是我们的 我觉得议员讲的比李梅珍还要好 应该跟你去上战场 我觉得陈其迈 以他的这一个 他的人生的一个阅历 他要来 现在其实民调 他是压倒性的一个大胜 他已经原来是一个 这个即将就任的高雄市的市长 他没有把高雄的 所有的问题的癥结点 全部把它讲出来 他这个讲的都是空中楼隔 你觉得他讲的不够好 这个部分要请教永宏 刚才议员说 好像陈其迈资历这么丰富 但是没有讲出一个完整的高雄愿景 不过在请教永宏议员前 我想来问一下议员说 李梅珍刚才最后的结论 他说他会邀请吴义正来当他的副市长 然后陈其迈自然中央 就会给他一个位置了 这个部分怎么看 我觉得李梅珍这样是 就酸了一下陈其迈 口头上占这点小便宜 坦白讲没什么意思 就是酸他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第一个他当然不可能当选高雄市长 所以吴义正也不太可能当选 做他的副市长 我比较好奇是如果李梅珍 如果没有当选市长 然后以后也当选不了议员 吴义正敢用他去做他的办公室主任吗 可能也不敢 我意思说李梅珍你的程度 连做人家办公室主任 可能人家都不愿意了 然后你拿这个来酸高雄市 是未来的市长 然后去酸成其迈 坦白讲是没有意 他只要勾起就说 都在民进董 那我要回过台湾来讲 就是说 这里面有几个谬误的地方 第一个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换掉 为什么 吴义正题 说换掉民营党 两年前换掉民营党 现在两年后又要再把它换回来 答案很简单 因为韩国瑜做得很差 那韩国瑜做得差 你说他做不到两年 一年半而已 事实上没有 他真的他也做不到一年半 因为他做了半年 他跑去请假去选总统了 总统选完就 就摆烂了 所以他也做不到半年 所以你要说 因为他时间做得不够多 所以做不好 其实不是 你认不认真 一个月就看得到 三个月也看得到 事实上就任一百天 就看得到你的未来 这个美国政治学界在讲 就职一百天 决战一百天 一百天就决定你未来 执政四年的这个时间 不管是总统也好 市长也好 这是政治学界都很清楚的 所以他就职一百天 就已经被跨破卡住 所以大家才要 才会罢免他 然后才要让 今天才有这一次的选举 再来就说 讲中央的 来分担这个地方 我是很赞同 我也希望中央来分担 那好 问题来了 我们都在讲统筹分配款 对不对 财政收支化分法 你是新北市的议员 我是台中市的议员 如果今天有一个高雄市 或台南市议员 他们一定说 那优先处理我的地方 如果全国每一个地方都说 我们优先处理高雄 我当然要求优先处理台中 像刚刚我们台中只是排第三 为什么台中的统筹分配款 大家都想当第一 不能多一点 不能排第一 那为什么我们民进党 台南跟桃园 还有我们民进党执政 就有小英这么偏心 竟然给柯文哲的台北市 给侯友宜的新北市 给之前还韩国瑜的高雄市 前三名的直辖市统筹分配款 都不是民进党执政 我一直说 你是前三名 你拿那么多 结果说 你看中央都不给我们 统筹分配款不够 你民进党执政 我说 好啦 如果照这样讲 我要问一下 我们如何去对澎湖 对云林 对嘉义 对台东 这些偏乡乡村的县去交代 统筹分配款的目的 不是只给你直辖市 所以今天做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我就说 我不管 就是我们台中 都给我们台中 我们台中的负债 你要一笔勾销 高雄市负债一笔勾销 那全国的负债怎么办 我们的国防怎么办 我们总体经济发展怎么办 回过头来讲说 说听不到 齐麦的愿景 我都觉得很奇怪 齐麦从这个桥头科学园区 然后讲到了这个港湾区 讲到了游艇产业 讲到了生技产业 讲到了AI 讲到说 我们现在要抓住这一次 全球经济转型的机会 他也讲到说 他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 看到了多少招商成功回来 而高雄停滞不前 他的焦虑 这都是愿景 如果愿景是讲说 黄金海岸 愚人码头 这个是空话吧 这个不叫愿景 这个哪是愿景 我要怎么做 那很可惜 就是说我们没有听到李梅真 他当然讲了很多 但我觉得他是读稿 而且他讲那些什么 我坦白讲 他那是概念 不是具体做法 他从来到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轴 其实他就是串 点缀 就是他本来准备好了 他就照稿念 他也没有回应到 比方说 他自己也关心到说 什么五缺 要怎么样照顾年轻人 但是他在回答 长照回答社福的时候 他只是把他自己讲的 这个住宅又拿出来讲 又绕回来讲 他其实是这样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这几招 我记得以前 那个射雕英雄传 里面有一个傻 神雕俠里面有一个傻姑 傻姑就三招 怎么样 都是这三招 我觉得李梅真也是 他就是三招 转来转去就一回来 然后他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回答到问题 那我觉得奇迈这次表现 坦白讲我有感觉 真的是像极乐爱情 我觉得奇迈 他的用心 跟他上一次选 两年前选市长 其实不太 两年前选市长 他的那种 他当然表现 他的专业之外 那是我感觉到 他的那个自信 然后没有像这次 我觉得他有一种 要怎么讲 就是那种 我觉得跟人民 比较接近的感觉 对 真的 他就是 而且他 我感到一种 非常强烈的那种诚恳 真的是像极乐爱情 就是大概 两年前追不到 两年后再来一次 所以我觉得奇迈这次表现 真的可圈可点 唯一可惜就是 时间不够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相信奇迈可以论述的 更完整 更多 包括他 每一个细项 各区要怎么去发展 因为他今天从产业 讲到了观光 讲到了这个 国际局势 讲到了中央 怎么样来协助地方 讲到了长照 现在编到400亿 为人要编 每年要到编足到600亿 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对中央熟悉 他对地方熟悉 他对台湾整体规划熟悉 他对高雄市有爱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最适当的高雄市长 今天永宏议员 说其实这个奇迈市 奇迈大家都说 可能他是未来的新市长 很多人会说 他就是政策控 这个部分 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金杰议员 因为人家陈奇迈 已经说了 要打造亚洲新湾区 但是李梅珍 我刚才听到 他是说 要推动一个 蓝母9的产业 那到底这个东西 议员之前有涉猎过吗 这个我是比较不清楚 他是有提到蓝母9 或者是这一个 格马兰 的这个金车的 这一个酒厂 但是台湾真的 不是一个 很好制造酒的一个地方 当然金车企业 他长期以来 在推动的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 格纳满的酒 在全世界行销 是相当的成功 但是高雄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酿酒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应当要 再做评估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从一刚开始 这个第一个发问的人 是这一个建筑师 联合会的这个理事长 郑建筑师 他有提到就是说 露品是一个 城市进步的一个表征 当然韩国瑜上任之后 跟这个李四川的这一个 我们新北市前副市长的 一个团队 打造了一个优质的一个 我们的路 就是让高雄的 一万个天坑 赶快用最短的时间 把它弥补平了 那么这个李梅甄 也有提到 他继续会把整个高雄的路 继续把它铺平下去 路平灯亮水沟通 这个是民众 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如果连这一个政府 二十年来都没有办法做到 我觉得这个就 亏兑了一个市民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钱不够 那也只做到一半 大家都知道 资本门跟金长门 我们必须要做 很合理的一个分配 那你到底能够 铺多少的一个路 当然是取决在一个经费 如果中央 没有办法全力的一个支持 就好像刚刚陈其迈提到的 这105年 蔡英文补助了多少 106年 107年 那108年没有 108年就是韩国瑜执政 109年 在韩国瑜执政的时候 中央就不补助了 其实一定会有蓝力的分 那么同筹分配税侃 我们提到的是什么 但是讲究说 它是50% 是我们的营利失业营业额 你找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台水市 好 好 好